大家好,我是橘子,欢迎收看本期《创意黑歌》,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 在各个国家的货币中,美元的价值一向很高,有些小伙伴不免得有些好奇。 价值如此至高的美元,生长过程是怎么样的呢?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 美元的制作原料,大多采用纤维较长的,银马等植物做纸浆,这样制造出来的纸张光极坚韧, 那魔力墙不易断裂在纸张生长过程中已经做好了防伪处理,看似白纸的印钞纸上已经布满了用于防伪的水印。 下一步就是将印钞纸上加入光学防伪安全线,这条安全线使用金属材质的光学搂空线在纸壁中穿插形成, 在不同的角度下会呈现不同的颜色,之后对处理过的印钞纸进行二板密刷, 小网板凹坑中所含油墨,直接压印到印钞纸上,在印钞纸上印出浓淡层次分明的图案, 此时的印钞纸摸起来有明显的凹凸感,这也是另一层防伪标志。 接下来就是将预刷好的美元裁剪开,接下来就可以发放到市场了。 一张100美元的纸币,出展价值在7-8美元左右,怪不得美元价值那么高, 小伙伴们觉得呢?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 好啦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,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, 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,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, 我们下期再见。